NVIDIA又再創新高了 對 又飆了7% 繼續改寫了歷史的高點 多厲害 昨天開盤10分鐘 市值就增加1500億美金 什麼概念 比一家的INTEA的1300億還多 所以他10分鐘就賺了一家INTEA 對 難怪有人說 這個輝達未來要拆股 就是要把INTEA給踢掉 這個加入了道琼的成分股 是 那收盤的時候 這個不得了 它的市值現在是2.84兆美元 這麼大的一個情況 那午夜它就漲了32% 但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就是還不到半年 它漲130% 哇 漲了這個弧度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大家都想 你會不會去挑戰那個蘋果的市值啊 非常有機會啊 因為他們已經縮小差距了嘛 對不對 現在你看 蘋果是2.91兆 蘋果2.91兆 回答來到2.8兆 Log男人真的很有機會啊 差距只有700億不到 而且Log男人那麼有錢 整天都只有吃夜市小吃 你看這麼矮 是不是非常有機會 它是另類的宣傳啊 你永遠只有在那個什麼 哇 硬邦邦的技術論壇啊 那一種地方的時候 媒體報導有限啊 那你假如到處走 哇 很親民啊 跟一般人打在一塊 那個報導更多 它每出現在一個畫面 有錢是米吉林 沒什麼好報的 有錢是路邊攤才要報嘛 對 你要了解 它這個真的很會宣傳 很會宣傳 好 那我們回來講了 NVIDIA市值現在比進蘋果 對 那這個差距不到700億美金 上一次他們差距最小的是 在2009年 就金融海嘯的隔一年 那時候蘋果600多億 因為那時候的市值都不大 600多億美金 你知道嗎 回答在那一年最後多少 40億美金都不到 40億 現在2.8兆 所以 英雄不論出身低 對 所以這次大家講說 你還蠻有可能 去挑戰這個蘋果 但是我們也不能從單方向 我們要另類思考 會不會它膨脹太多了 所以有人講說 回答沒關係 兩個利多 第一個利多 其實它的財報 財測很好 第一天漲那個10% 已經反映了 後面那幾天漲 其實在反映的是 6月7號要一股拆成10股的利多 一拆10 對 那拆成10股的話 所以台幣3000塊就可以了 對 現在1000多塊 你拆成10股的話 就100多塊美金 所以等於台幣3000多塊 你就可以當AVIDIA的一個股東 你有沒有吸引人 有 滿心動的 滿心動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時間點你也注意 因為都提前反映 所以我也認同建新 他演講是6月2號 我告訴你 不是在Compute Test 王倫馨這個等級 已經是天王即興 以前他是Compute Test 那個舉行的那幾天 他出來講話 這一次特別禮異 那個是留給舒子豐 以前是群演 對不對 現在是solo 現在梁建 美超委梁建後 也是在Compute Test 當中去演講 所以舒子豐和梁建宏 還是群演群中議員 黃倫馨已經單獨一個人solo了 6月2號 禮拜天晚上的7點 一講全部下面幾十個 台灣的那些大老闆 他是在召開Compute Test之前 就給他先講 所以也有可能 他一講完 那下禮拜那Compute Test就下來 6月7號 真的 有可能 6月7號他是分拆 不是 我們要看他講什麼 如果他講得非常樂觀 對 要看他的內容 但是我想他應該會樂觀 對 當然 但是你說樂觀 大家也都猜得到是講什麼 那6月7號他的分拆 剛好就是Compute Test結束了 Compute Test是6月4號到7號 所以關鍵是有兩個 觀眾朋友記號 6月2號 黃倫馨演講 6月7號他要分拆 這兩個日子可能會影響到 NVIDIA的股價 影響到國內的AI股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歷年來他分拆 股價都表現大致上好 那現在美銀有一個報告 他說標普500的這些成分股 股價比較高 比方500塊美金以上的 都可能要分拆 那過去的經驗 大部分他統計的 統計就是說你分拆之後的一年 大概可以漲25% 比同一時間的標普的大盤的12% 這double 但是我告訴你 你也不要只看這個報告的結果 你要看有沒有反應 我們來看一下2020年的時候 蘋果是一拆式 所以他的那個拆完的一年當中 他的確大漲30% 但是我告訴你 大家都知道 2020年分拆之後 2021年是那個COVID-19 有那個需求 大家都演技上班 對不對 所以手機的需求是不是爆發 是 大家知道 但是特斯拉有2022年 他也分拆 分拆了以後 他股票就跌 那當然跌 所以分拆不是上漲的萬靈單 應該是說當時的那個產業 但是特斯拉分拆以後 為什麼不行 大部分電動車都起來了 對不對 2022年就起來了 那你看特斯拉現在跟 AVIDIA連TT連MTT 會不會再起風雲 對啊 這個是第二個力度 我告訴你 人家那個馬斯克厲害 馬斯克現在黏住黃仁勳 對啊 因為現在黃仁勳是造王者 Kingmaker 那現在這個馬斯克 他有投資一家 出新創公司 做AI 就要跟那個OpenAI對打 叫SAI SAI 那SAI昨天他講說 我以後我們SAI的 那個Quark 就聊天機器人3.0 要用到飛打的H100 我用十萬片 比那個上一代的話 多了五倍 所以他就想 我現在飛打最清 我要用飛打的GPU 大家想說 那很厲害 立刻他那個SAI 要募資 要融資 本來要融資四十億美金 就因為說他要用這個飛打的H100 就變成六十億美金 整個估值就從一百五十億 提高到一百八十億美金 你看馬斯克這個操作多厲害 就講飛打 那最後 現在連木頭姐說 好來我要投資 馬斯克的SAI 他馬上立刻跳起來投資 所以你可以看昨天 飛打能漲7% 是因為這個消息 好我們來看飛打 對 飛打能漲7% 一方面因為他拆股 另外一方面因為跟馬斯克 未來這個合作想像空間很大 所以昨天出現了大漲 現在華爾街把他目標價 調得非常高 對啊 也有人看到一千四百美金 一千四 對一千四 但是應該是在還原 就一一拆死之後的還原的 還原之後的一千四 不是說拆完一百再到一千四 那還得了 但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在思考 現在全球投資人最夯的股票 就飛打日本的散富 日本的散富 也可以去投資海外的股票 你看多可怕 他在四月份的時候 海外的投資在四百多億日幣 投了總共四百多億 但是一檔飛打 就佔了四十六億 是什麼概念 是特斯拉 我加回來加蘋果 還超過 當然這個顯示 就是大家夯回答 但是我也會有一點思考 會不會過頭 對不對 想過 所以現在只要靠近回答 靠近黃仁星 那個 點十就成金 趙蔡總的說法 黃仁星點什麼 那就點十成金 大家一定還記得 今年GTC大會 他點什麼呢 點機器人 所以在今天我們要來談談 到底台灣現在做機器人和機器狗的程度和能力到哪裡 台灣也有厲害的機器狗嗎 我們在今天邀請到台大機械系碩士生劉浩宇 浩宇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隻狗 這隻是大型的 它的名字叫Dustin Dustin Dustin它的名字 名字滿好聽的 它的功用是主要用在工業巡檢 那它搭載了3D 工業什麼 巡檢 對 巡檢什麼 巡檢就是比如說我們去工廠裡面 然後可以去檢查一些管線 有沒有洩漏 那像是它在前面有搭載這個聲音相機 它可以去偵測 這個是相機 這是它的眼睛就對了 這個是聲音相機 前面的這個 大的這個 大的這個 這個就是聲音相機 對 它可以去偵測噪音的來源 然後去辨別是什麼噪音 那它就可以 工廠跑去一隻老鼠 它都知道就對了 對 它可以去檢查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洩漏 那它可以透過LightBot 去回報給我們的使用者 LightBot又是什麼 LightBot就是它會用Light的聊天室去 它也會用Light聊天室 對它會用Light聊天室回傳回來 回傳資訊 就是它會把影像畫面回傳回來 然後還有它讀到的一些資訊 這樣子 好 那這隻小的呢 這隻小的呢 它的名字叫Oliver 那這隻的功用主要是 Oliver 對 主要用來設計是寵物 這是有點像餅乾的名字 這隻Oliver它主要設計是 設計在居家環境 那它的目標是寵物狗 好來 那寵物狗就要表現一下寵物狗 可愛的樣子嗎 它可以有一些 最主要的運動就是包括走路 那它現在可以走 然後當然也可以旋轉 這麼可愛 然後也可以全向的移動 還會橫著走路 對 那它當然也可以跟主人去撒嬌 就是我可以去控制它的一些姿態 比如說我可以讓它跟你點頭 然後或是我可以去搖擺身體 會跳舞耶 對 然後我可以上下去移動 然後甚至我可以讓它對你扭屁股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它對我做事業幹嘛呢 就是醜物型的一個 就是醜物醜物醜物 那它主要這個是 不是它在我家可以工作嗎 它可以幫我做點小事嗎 它可以去 搜搜地壓 偷偷地壓洗洗碗之類的 這個可能不行 不行啊 我們可以額外去研發一些模組 把它加在身上 那再來就是它也有搭載相機 那它主要的功能是 它可以用AI去辨識人臉 那辨識人臉之後 它可以辨識你的表情 那根據辨識到的表情 它可以做出相對應的動作 比如說呢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 比如說它覺得你很開心的時候 它可以做出這個動作 那我要蹲下給它看嗎 沒有 它現在是開心的動作 它就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它看到我很開心 它就會做這個動作 對 它看到你很開心 它就會做這個動作 那我很生氣的時候呢 我看一下 它生氣的時候會做什麼動作 它會這樣子 沒有 它生氣的時候會 會做這個動作 它會繞一圈 喔 真的嗎 對 這是它看到我生氣的時候 對 它看到你生氣之後 它就會這樣繞一圈 所以它會感應到人的情緒 對 它用影像辨識 去辨識人的情緒 蠻厲害的來蔡總 家裡買一台吧 考慮一下 就不要養小狗了 那小狗挺麻煩的 我們家小狗昨天晚上 它還給我偷吃了一個圖釘 我現在還要去看醫生 所以這個不會偷吃圖釘的小狗 所以這個機器人的發展 現在台灣的發展 已經到什麼樣的程度 目前台灣有在做機器狗的 只有我們實驗室 那我們這兩隻是從去年開始 可是我看到國外機器狗 還會滅火 對 因為國外像是Boston Boston Dynamic 它們是從很久以前 就已經開始在做 至少有十幾二十年 所以我們台灣起步的比較晚 對 我們台灣起步比較晚 所以現在只會扭屁股 對 因為 我們還在研發上 我們要滅火還要花一點時間 對 我們就是已經有搭載 很多的感應器 當然 機器人 機器狗 台灣還要再加加油啊 個人一起支持 чupp инт皮 社交界 聯繫 一些 亦 anos 前往 ially 柱 人 融 感谢观看